华尔街评论 中国中产阶级受到裁员和房价下跌的挤压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敏感的话题 政府反而使用中等收入群体一词来指代这部分人口 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计各不相同 一些人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约有4.6亿人 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然而 这个定义经常被批评为脱离现实 因为家庭需要更高的收入来实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在大城市 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规模可能小于官方计算显示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等收入群体能增长多少 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人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成为现代消费者 如果我们以其他发达经济体为参考 例如日本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那么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可能比目前的规模翻一翻 这将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不可抗拒的市场 然而 人们对这一乐观的预测存在疑问 特别是考虑到COVID-19大流行的经济影响 原本有望成为增长强劲引擎的消费者支出 却变成了一个薄弱环节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首当其冲地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 因为财源和收入下降使家庭难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现有的中等收入家庭很容易退出群体 贫困家庭也很难加入 加剧中国中产阶级所面临挑战的一个因素是房价下跌 房地产占平均家庭财富的很大一部分 抵押贷款占家庭总债务的很大一部分 虽然中国目前没有面临次贷危机 但存在取消抵押品数回权的情况 使中等收入家庭陷入贫困 随着收入前景的下降和家庭财富受到威胁 中等收入家庭在支出方面变得更加谨慎 从长远来看 萎缩和胆小的中产阶级将阻碍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共同富裕愿景的能力 对于中国来说 找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增强信心的方法至关重要 这可能需要解决中产阶级面临的挑战 例如工作不安全和房价下跌 并创造一个支援其经济增长和向上流动的环境 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确保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发展 乌克兰未来的欧洲大西洋一体化 有一个模式 波罗的海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部长表示 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 4月共同访问乌克兰的部长们认为 对乌克兰的有利和持久支持 对于防止俄罗斯收获侵略果实是必要的 他们认为 乌克兰的未来在于欧洲大西洋大家庭 欧盟通过给予乌克兰候选地位来确认这一点 外长们还强调了 区域合作和共同价值观在支持乌克兰 融入欧盟方面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 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自己经历了欧洲一体化的变革力量 渴望与乌克兰分享他们的知识和专场 他们强调 需要雄心勃勃 长期的参与 以帮助乌克兰 以为所有乌克兰人创造新机会的方式 恢复和重建 部长们还强调 必须让包括私营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 在内的所有相关伙伴参与重建进程 他们注意到沃洛德米尔 泽伦斯基总统改革乌克兰国家机构 根除腐败和确保法治的雄心壮志 并表示 相信乌克兰有潜力 在他们的长期支援下实现这些目标 部长们认为 乌克兰的安全是欧洲安全的一部分 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的安全 以及他们自己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 他们强调 需要对乌克兰提供坚定 持久和长期的支援 并表示 所有北约盟国都同意乌克兰将成为该联盟的成员 部长们呼吁采取雄心勃勃的步骤 使乌克兰更接近北约 并在北约峰会上扩大对乌克兰的实际支援 他们还表示支持泽林斯基 关于公正和可持续和平的和平方案 并积极支持乌克兰 努力确保国际参与执行和平方案 外长们承诺 继续在财政和长期方面支持乌克兰 并强调 需要建立可信和持久的框架 以确保乌克兰的未来 他们认为 他们有责任支持乌克兰 为其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并从成功的北欧 波罗的海合作中汲取灵感 作为先例 不 社会主义并没有让美国人变得懒惰 纽约时报评论版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反对美国人变得懒惰 和依赖政府援助的普遍看法 克鲁格曼指出 保守派政客经常声称 政府援助计划使美国人变得懒惰 因此主张医疗补助和食品券等 计划的工作要求 然而 克鲁格曼认为 最近的数据显示 即使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 美国人也愿意工作 他引用了现在的劳动力参与率 该比率高于Covid 19大流行前夕 以及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的 美国人的就业水准 这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准 克鲁格曼认为 工作力中新增的工人来自边缘化群体 他们在紧张的工作力市场中 获得了就业机会 他特别提到了 美国残疾人就业的增加 和外国出生工人的激增 他还批评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 他将其归因于对债务 而不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注 克鲁格曼认为 拜登总统领导下 最近的就业增长 使他的经济政策看起来比一年前更好 他承认 由于拜登实施的大规模支出计划 人们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 但他指出 尽管就业率很高 但通货膨胀一直在消退 他最后说 美国人并没有变得懒惰 如果有机会 他们渴望工作 而且专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 对国家有利 耶伦迈出改善中美关系的第一步 南华早报评论版 美国和中国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来稳定他们陷入困境的关系 因为这是双方和其他国家日益关注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长珍尼特 耶伦最近对北京的访问 被世卫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 以鸽派立场而闻名的耶伦 预计将紧随其后的是白宫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他也被视为一个更加和解的人物 这些访问将测重于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等领域 两国之间最有可能合作 然而 即使找到支持基础来阻止关系的恶化 也不一定意味助关系会改善 两国仍然将对方是为战略威胁和敌人 耶伦的资讯是 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而是使关键供应链多样化 这被视为一个积极的迹象 即使北京认为两者几乎没有区别 耶伦还强调脱钩将是灾难性的 这一立场能否转化 为在其他重要问题上的合作 还有待观察 耶伦认为 他的访问是朝着使双边关系 更加稳固的基础迈出的一步 但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 例如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 和美国决定向乌克兰供应急速炸弹 焦点将很快转移到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 届时习近平和乔拜登有望举行会晤 然而 即使是这种性质的峰会 也不能保证关系持续改善 像耶伦和克里这样的互惠工作访问 可能对奠定正确基础是积极的 男人迷失了 这是一张来自荒野的地图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华盛顿邮报 发表了一篇探讨男性气质危机的文章 讨论了男性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 以及缺乏积极的榜样 和对男性意义的明确定义 文章认为 男性正在努力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传统的男性气质模式已经过时 新的模式尚未建立 它还突出了右翼影响者的崛起 他们提供了男性气质的愿景 而这种愿景往往是有毒和厌恶女性的 文章建议 需要对男性气质有一个积极的看法 一个承认男性独特性 同时促进亲社会价值观 和拒绝有害的刻板印象的看法 它呼吁重新评估传统的男性特征 如力量 领导力和保护能力 并利用这些特征造福社会 文章还强调了 男性榜样和指导在说明男孩和年轻男性 应对现代男性气质挑战方面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建议解决男性气质危机 需要一种细致入微和善解人意的方法 一种承认男性在促进积极价值观 和拒绝有害行为的同时 所面临的挣扎的方法 它呼吁社会为男人提供指导和支援 并重新定义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做男人的意义 普里哥人政变失败是因祸得福 外交政策 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马克 贝尔认为 当马格纳集团队克里姆林宫的叛乱 未能推翻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时 美国可能躲过了一颗子弹 虽然有核国家的政治动荡 可能对乌克兰有利 但它引起了美国对外国核武库的稳定 和安全的严重关键 历史表明 有核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可能导致对谁控制核武器的担忧 它还可能导致内战 并有核计数丢失 被倒或被挪用的风险 佩德罗 桑切斯在想什么 外交政策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 桑切斯呼吁在7月23日提前举行选举 比计划提前五个月 此前他的左翼联盟 在5月28日的地方和地区选举中表现不佳 桑切斯希望提前选举 将有助于巩固西班牙的左翼 并防止他的左翼联盟崩溃 他的策略已经奏效 因为桑切斯和另一个进步的左翼政党 苏马尔宣布 他们将与其他13个左翼政党 一起作为一个实体运作 通过向桑切斯和苏马尔施压 桑切斯希望压倒保守的人民党 在选举后可能组建的任何联盟 西班牙的选举法 奖励大党和党内联盟 人民党目前受益于 加利西亚地区前总统阿尔贝托 努涅斯 废货的新领岛层 一些民意调查显示人民党领先 然而如果没有极右翼的Vox党的支援 该党不太可能组建政府 该党目前在西班牙众议院 控制住52个席位 Vox的政治纲领 包括反对LGBTQ家权力 性别平等 以及说明西班牙应对 弗朗哥时期黑暗遗产的持续努力 Vox还呼吁举行全国公投 禁止分离主义政党 例如加泰罗尼亚共和党所义 这是负责2017年 非法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政党之一 桑切斯正在加大他的言论 GVox进入国家政府 将对西班牙构成危险 即使作为更温和的人民党的 初级合作伙伴 桑切斯呼吁 提前选举的决定 是一项战略举措 以巩固他的基础并 削弱他的保守派对手 因为他们正在考虑 如何接近沃克斯 虽然赢的连人将是他 迄今未知面临的最大挑战 但桑切斯过去 已经证明了他的政治任性 他有能力取得另一场胜利 乌克兰可能成为下一个西德 外交政策 非诸官员们聚集在 维尔纽斯参加年度峰会 围绕乌克兰 可能加入北约的辩论 愈演愈烈 一些外交官认为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正在进行实承认 乌克兰风险太大 讨论应该推迟到战争结束后 然而 其他人则认为 西德在仍然分裂 并面临为解决的领土问题的情况下 被北约接纳的历史例子 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他们认为 将乌克兰政府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 纳入北约将阻止 俄罗斯进一步侵犯 并允许以后统一的可能性 然而 批评者认为 没有明确的边界和和平解决方案 将使北约陷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 这不是一个有用的比较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可能会取决于 不断变化的战场 以及西方在未来几个月 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援 不要让伊索比亚摆脱困境 外交政策 美国渴望与伊索比亚政府 重新建立全面的双边关系 认为伊索比亚不再从事 严重侵犯人权的模式 然而 提格雷 奥罗米亚和阿姆哈拉的人权侵犯 仍在继续 国际社会决不能为了换取于总理阿比 埃哈迈德政府的密切关系 而降低对冲突性存者的正义 和问责的优先地位 美国必须利用其影响力 在伊索比亚倡导正义和问责 并确保停止协定得到实质性努力的补充 为战争幸存者寻求正义和问责 为了确保正义和问责 美国在重新与伊索比亚接触时 可以采取三个具体步骤 积极支持延长伊索比亚问题 国际人全专家委员会的任务期限 部署高级外交官员 而不是中层官僚 参与伊索比亚问题 并确保美国认可的伊索比亚国内问责城市 符合冲突幸存者的愿望 美国必须利用其影响力 保护幸存者的权利 并向其欧洲和非洲伙伴施压 要求他们就伊索比亚的正义和问责 发出统一的声音 拜登政府已经承认 在伊索比亚冲突期间 犯下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然而 他绝不能半步建立 确保正义和问责制的机制 他必须确保他所支援的任何国内问责城市 被伊索比亚人民 特别是暴力幸存者视为合法 无视警告信号 并恢复于伊索比亚的正常业务 将是一个错误 也是对冲突幸存者的侮辱 美国有责任宣导人权 支持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幸存者 即使在与伙伴政府打交道时 也是如此 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